天父啊,求你用有告你仆人的口,求你赐给我智慧的话语,知识的话语,能力的话语。 求上帝感动我们每一个灵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说三遍,我相信主的宝血。 开始,我相信主的宝血,我相信主的宝血,我相信主的宝血。 使天使们帮助祷告。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讲章。 上帝是独一的,他既创造万物,他就是独一的自存者。 故此在他那里没有缺乏,但人类是被造物,在凡事上都有缺乏。 他派遣天使,是要他们帮助圣徒把荣耀归给上帝。 天使不可称上帝为父,也不可成为上帝的子女。 天使是天上的使者,天使们在帮助圣徒们的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必上达于天上,这就是祷告的全能。 在耶稣祷告的时候,天使们既然给他加添力量,圣徒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灵也在帮助我们。 祷告是很有能力的信心。 时常意识到天使有助于属灵的生活,全能是指天使。 我们在地上有天使的帮助,天上有主耶稣的帮助。 祷告勿要上达于上帝那里,也要得到应允。 让我们献上真正的祷告。 阿们。 上帝是独一的。 只有祂是自存者。 天上、地上和其中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 不仅如此,还有眼睛看不到的,以及非常渺小的一切存在,也都是上帝造的。 这些被造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并维持着,是因为上帝赐给他们恩典。 没有哪一个存在能够自己存在。 也没有哪一个存在是自己出现的。 全部都是出于上帝的手。 唯独上帝是独一的,是自己存在的。 上帝将耶稣给我们,也是为了拯救我们,帮助我们。 将圣灵差给我们,还有,也是将圣灵差给我们,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叫我们重生。 还有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也是为了帮助我们。 在这里,我们属于这指头来想一下。 上帝将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而主圣子为我们流血受死,代赎我们的罪,拯救了我们。 然后,他生到天上以后,求父将圣灵差给了我们。 最终,耶稣基督所差来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又把帮助我们的能力给了我们。 但是,今天,很多人稀里糊涂地过信仰生活,我们基督教不是以什么仪式为中心的宗教。 我们相信活着的上帝,虽然他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并且在做工,我们相信这一点。 这是实相,也就是实相,也就是实相,也就是实际情况。 上帝给我们信心,叫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又将信他的人,又将圣灵赐给信他的人。 而对于顺从圣灵,圣灵有赐能力给他,通过这能力,我们确实地明白到这是实际情况。 虽然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明确,但是很多人却过得马马虎虎,却不明白,这样的人不是基督徒。 作为信耶稣的人,我们通过信耶稣,而真正地认识上帝。 还有,耶稣又将信他的人,又将圣灵赐给信他的人。 然后,又通过圣灵将能力赐给我们,得着能力就会成为我的见证人。 大家和我按照主耶稣的话语,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尽礼,将旧人埋葬,然后重生为一个新造的人,又领受了他所拆给我们的圣灵。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瞬间,祂就会将能力赐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语。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声地读一下。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大声地读两遍。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再读一遍,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是的,这里说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韩国语圣经里面,这里使用的是尊敬语,圣灵是我们要尊敬的存在,他降临在我们身上。 那么,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就是说,这能力是有前提的,圣灵要降临在我们里面,那么就会得着圣灵所赐的恩赐,也就是能力。 可是,人们一听到得能力,就想,好像是什么气功似的,然后吸气,然后来得着什么能力。 不是指这样的东西,能力是指什么说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 看一下《使徒行传》四章。 《使徒行传》四章。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 成就你首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韩国语圣经这里说,成就你首,这个首是能力,翻译成能力。 而这个能力,在旁边有注释,在下面有注释,写着什么呢? 注释写着是上帝的手。 上帝的手。 也就是说,能力跟上帝的手是一样的。 这是实际存在。 我们用眼睛看不见上帝, 但是看不见的那位的手, 就是说他所拆来的能力。 这能力又是什么呢? 这能力又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伯来书一章。 西伯来书一章。 我们看一下七节。 西伯来书一章七节。 论道使者又说,上帝以封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我们再说一遍,论道使者又说,上帝以封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这里说,上帝以封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这里说的封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封。 这下面也有注解,这里是指着猪灵。 猪解,说的是猪灵。 说到封,不是指这个空气在动的,在活动的这个封。 这个封是指着灵,猪灵。 上帝以这样的猪灵为使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 使徒行传二章。 也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 五旬节的时候,一百二十名生徒聚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二节三节。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清楚地明白?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谁也看不见的。 经上说,从没有人见过上帝。 只有独生的上帝将他显明出来。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说。 还有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那里说。 四十六节四十八节那里说。 没有人见到上帝。 唯独从父怀里出来的那位见到了父,谁也看不到上帝。 更好况是上帝的灵,也就是圣灵,谁也看不见。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说,圣灵是世人看不见的,靠着任何的手段,任何的知识,任何的能力也看不到。 谁也看不到圣灵,用什么方法也看不到。 可是在马可楼房,圣灵降临的时候,听到有大风的声音,还有看到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 如同我们在西伯来书一章七节所看到的一样,上帝以天使,以天使,就是叫天使,成为风或者火焰。 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是率领天使,率领天使降临。 就像耶稣在临的时候,会在天使的拥护下再临一样。 我们如果领受圣灵的话,那么就会得着跟随他的能力,会将能力赐给我们的。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从十四节那里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 还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既是儿女,就是后司,和基督同做后司。 如果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基督,圣经上把基督叫做长兄,叫做我们的长兄。 基督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斥责魔鬼。 基督,然后有天使就来侍奉他。 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那里可以看到, 有天使来伺候耶稣。 还有可以看到,耶稣在甘烂山上祷告的时候, 他竭尽全力祷告的时候, 有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里有着话语。 就好像有天使来服侍,伺候耶稣一样。 我们也要让天使来释放我们, 领受圣灵的人就必得着能力。 领受圣灵的人得着能力就是指得着天使的帮助。 得着的能力少就等于得到的天使的帮助少, 得着的能力多就指着得着的帮助自己的天使多, 是这个意思。 耶稣说,我祷告,我岂不能向父祷告求十二营的天使来帮助我吗?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期间, 假如他这样的祈求十二营天使的话, 这十二营天使是多少呢? 相当于一个军队。 十二营相当于二十四万多的灵, 可能成为二十四万的天使。 假如这么多的天使在服侍他的话, 他又怎么能成就上帝的意志呢? 为什么? 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天使来帮助他, 不叫他受害, 不叫他受痛苦。 如果这样的话, 他又怎么能拯救我们呢? 所以, 耶稣并没有叫像军队一样的天使来帮助自己, 只是叫单独的天使来帮助自己。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领受圣灵, 就必得着能力。 我们看一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一, 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一章十四节, 大声地读一下, 天使其不都是福意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我们再读一遍, 天使其不都是福意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都是福意的灵, 天使, 天, 天上的天, 使, 使患的使, 就是天上的使患, 天上的福意的灵, 天使都是福意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就是说, 差给我们的灵就是指天使说的。 我们每个人信耶稣重生以后, 领受圣灵的瞬间, 都会领受天使, 有的人能领受一个, 有的人领受十个天使, 领受的天使越多, 他的属灵生活就越好, 如果帮助自己的天使越少, 那么就信仰生活就越艰难, 我们一起说, 上帝啊, 求你给我能力吧, 上帝啊, 求你赐给我能力吧, 或者说, 求你赐给我天使吧, 求你赐给我能力吧, 求你赐给我天使吧, 就像这样, 我们要让帮助我们的天使更多的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成为有能力的人, 这个能力不是指什么会发气, 拥有什么气功, 不是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能力是实际的存在, 天使有时候像风一样, 有时候像火一样, 总之这是实际存在, 我也经常经历到天使的帮助, 我跟我的妻子在六几年的时候, 我们夫妻俩牵眼见到了天使, 然后后来第二天开始, 作为上帝的工人开始就是被食用, 天使吃了我们的早餐, 那天我到教会去做见证, 然后直到那天, 一直到现在, 一直有天使在帮助我,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带领圣会, 我在乡下的车站那里要换车, 我等了四十分钟, 好, 然后呢, 来了一辆车, 然后不知道怎么, 谁把我推下去了, 后来又等到一辆车, 又把我推下去了, 后来我发现, 把我推下去的那个手身上有钉痕, 我知道了啊, 那是耶稣差遣的天使在帮助我, 我就站在那里祷告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我坐上了车, 在车上我发现, 之前我要坐的那辆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 死伤无数, 如果那个时候我坐的那辆车会怎么样? 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坐车, 然后发生了事故, 那辆车翻了好几个跟筒, 翻了好几圈, 车子都压扁了, 但是我们夫妻俩什么事也没有, 哪里也没有受伤, 还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 然后我们穿越了中间的那个线, 然后翻转, 然后掉在三十米, 就是远的那样的沟里面, 那辆车里面四个人重伤, 然后还有几个人受很伤也很严重, 还有人死亡, 只有我跟我的妻子很健康, 没有受伤, 然后我打电话赶快的求救, 都是我来处理的, 我就非常的感谢, 然后马上回家以后, 我就几天以后, 我就把我们所住的房子卖掉, 然后建立了我们教会, 这个老礼拜堂的这个会馆, 因为我太感谢了, 还有一次, 有一辆大卡车突然跟我们车子撞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车子撞在了路边的大树上, 我非常的吃惊, 然后看一下, 原来我们的车子没有掉进旁边的沟里面, 是因为我们的车子前胎突然爆了, 突然爆了, 所以撞在了树上, 如果前胎没有爆的话, 那么我们跟那个大卡车直接相撞的话, 我们就没有的救了, 但是在那瞬间前胎爆了, 不是说司机转了方向盘, 而是前车爆了, 没办法就撞到了树上, 总之就这样, 我一直意识到有帮助我的天使, 我们如果意识到天使过信仰生活的话, 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 总之, 我们一直有天使在帮助我们, 是上帝差给我们的帮助我们, 就连我们的肉体也会帮助我们, 彼得被关在狱里的时候, 有天使来把他救出去的, 把他救出来, 就像这样, 这样的事情, 都是在圣灵降临以后, 所跟随的能力所做的事, 所以, 那我们到底要领受更多的能力, 还是领受少一点的能力, 犹大书二十节那里说, 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要在圣灵里祷告, 在你靠着圣灵祷告的时候, 那么, 他所拆给我们的天使, 也会帮助我们, 就好像帮助耶稣祷告的时候, 帮助耶稣一样, 天使也会帮助我们的, 怎么帮助我们呢? 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的本文, 启示录八章三节这里说, 八章三节这里说,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就这样, 天使带着圣徒们的祷告, 把他带到上帝面前, 这就是天使所做的事, 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会在乎自己的祷告, 是否能上带到上帝面前, 要知道我们的祷告, 不是什么单方面的乞讨, 而是应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 但是有天使在上帝和我们之间往来, 他可以把我们的祷告, 把我们的祷告上达到上帝面前, 圣母里面, 圣殿里面有金香炉, 这是指着圣徒们的祷告说的, 天使们把这个祷告上达到上帝面前, 就像这样, 天使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如果靠着圣灵祷告, 那么天使就会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祷告上达到上帝面前, 但很多人仅仅把祷告当作一种形式, 并不把这当作实际情况, 只是好像献上自己的虔诚而已, 结果使着祷告无法上到上帝面前, 也得不到应允, 祷告不是献上自己的虔诚, 不是那种宗教行为, 这是实际情况, 是将活, 将自己的问题上达到活着的上帝面前, 然后还要把这个应允得着, 这才是祷告, 祷告是很确实的信心, 而真正帮助我们上达祷告的是天使,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而圣灵所差遣的天使们, 会在我们周围帮助我们, 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做工, 但人们却不叫天使帮助自己, 从旧约到新约, 可以看到一直有天使做工的这样的内容, 天使的做工很多, 有天使把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那样的要灭亡的城市里面领出来, 还有彼得被关在狱里的时候, 也把彼得领出来, 就像这样, 这些天使都是作为福役的灵, 帮助要承受救恩的人的, 天使们不能称上帝为父, 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说, 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呢? 他只是作为福役的灵来帮助我们, 但人们今天却不使用这能力, 我的灵魂啊, 你要使用能力, 我们一起说, 我的灵魂啊, 你要使用能力, 我的灵魂啊, 你要使用能力, 我们要使用这能力, 我现在, 如果把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天使的帮助, 跟我自己的体验讲给大家的话, 讲一个星期也讲不完, 我一辈子都对此毫不怀疑, 我相信这能力, 我祷告的时候, 我相信有能力帮助我, 只是凭着我自己的这个声音, 怎么能够将祷告上达到上帝面前呢? 但是我屈膝在上帝面前所做的祷告, 有天使把他搬到上帝面前, 有天使在帮助我, 我相信, 上帝已经把能力赐给我们了, 那我们要使用天使, 要叫天使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想叫天使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就应该被圣灵充满, 不要干犯圣灵, 那么被圣灵充满的话, 就会有天使来帮助我们, 圣灵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天使, 有的人自作谦卑说, 哎呀, 我没有能力, 那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天使的帮助, 我有能力, 那意思就是说, 我有很多天使帮助我, 我得到很多的能力, 就是说, 有很多天使在帮助我, 就看你如何的承认, 在此就可以显出你的信心, 今天一般的基督教会都变得无能力, 变得很死气沉沉的, 大家不要把那样的状态当作正常, 我们教会要成为标准, 我们还原运动, 归道运动, 我们比利亚运动, 搞比利亚运动的我们教会要成为标准, 我们, 我这四十几年的时间, 四十几年一直在见证同样的内容, 从四十年前直到现在, 上帝这样的赐给我们帮助, 为什么藐视他呢? 我们要得着能力, 我们再次说, 我说, 我的灵魂啊, 你要得着能力, 大家说, 我的灵魂啊, 你要领受天使, 我的灵魂啊, 我要得着能力, 看一下, 比如说那些明星也好, 或者是那些有身份的人, 他们会有保镖, 会有警卫在保护他们, 就像这样, 在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天使会给,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圣灵会将帮助我们的天使, 服侍我们的天使, 赐给我们, 因着这样的天使, 我们可以将祷告上达到上帝面前, 此时此刻就让我们这样的祷告吧, 让我们的祷告能得到天使的帮助, 把它上达到上帝面前, 我们祷告吧! 我们的祷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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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父ism zoo寻se, 圣洁的天父啊 让我们不要成为 仅仅尝了圣灵的滋味就堕落的人 直到圣灵无限地将能力赐给我们为止 叫我们不断地渴慕 让我们能够渴慕 渴慕圣灵将无限的天使来赐给我们 将能力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让我们 比利亚圣乐人都能够得着能力 让我们成为 有成千上王的天使 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人 让无限的 无数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 你有能力的工人 让我们不要做 无能的人 没有天使帮助的 无能的人 让我们不要过这样的 无能的信仰生活 求你帮助 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还没有受尽力的人 请赶快到后面去 到后面去受尽力吧 受尽力就必会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的话就会得着能力 领受圣灵的人 有的人就好像火要灭似的 一点力量也没有 我们要充满的领受圣灵 说有的人 说方言就 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要像我这样 一辈子能够维持到底 要被圣灵充满 这样的话就会得着能力 所以请大家赶快到后面去 受尽力 今天第一次来到 我们教会的人 请到前面来 请拿着东西到前面来 我们大声的鼓掌 阿们 大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주님을 부직한 시대를 터뜨리 주없이 살 수 없는 내 주는 하신다 내 영의 기쁜가 마음의 소원에 주로 함께 달려 마음을 닿아둘이오 내 맘을 기록하셨 겨울께 가시네 주없이 살 수 없는 세월이 품으로 이 깊은 고속 속이 내 생명 끝나도 사나운 봄나 기대 날 지켜두시고 내 영의 기쁜가 마음을 닿아둘이오 믿는 사람 이니가 매우 불가능한 이상의 생명는 이니가 Poli의 영혼을 닿아야 해요 나를 믿은 사람이 없애恨 이니가 Elizabethkrydca 이니가 매우 불가능한 상황의 일 때문에 이니가 매우 불가능합니다 이니가 매우 불가능한 상황의 상태가 也会很艰难 但信耶稣所需要的意志 要比活在这世上 所需要的意志还强 仅仅带着在这世上生活的 那个意志去过信仰生活也不行 需要加倍的意志才行 大家如果信耶稣 按照上帝的带领 去过信仰生活 那么也很容易克服这世上的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加倍的意志 才能信好耶稣 来到教会的人当中 也有一些人不再来教会堕落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是胜过这世界的信 所以希望大家带着加倍的意志 得胜到底 承受到底 这样的人才能得救 我们祷告吧 天父啊 首先求你赐福给带领这些灵魂的 那些传道的人 还有也求你帮助今天第一次来到你面前的灵魂们 让他们的意志能够更加的坚强 也求你赐圣灵给他们 那么在这之前 你应该求你叫他们的罪得赦免 让他们最终能过有能力的信仰生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大家跟着向导去吧 跟着去吧 祝福给带领这些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大家虽然看不到 人的肉体死了的话就会埋在土里 同样受尽礼 就是将我们的救人 也就是不信耶稣的那个罪人 埋在水里 那么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为礼物 所以希望大家信耶稣罪得赦免 然后受尽礼 领受圣灵 然后我们信徒们会为大家祷告的